龙匠奸乡 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有请男嘉宾 横顺精忧香醋 纯粹好醋 明天佳 孟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现场的24位女嘉宾 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张定 来自四川成都 今年28岁 本嘉宾有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震大高 好吃不上我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效仿古人张厂为你设计妆容 就是历史上那个宠妻狂魔 古时候的这个陈铭 杂魂 我责愧 杂魁 我可能会 会 但她不一定敢 我们台上15号 你看穿的那个样子 相不像唐朝的那个画里边的人 像唐代侍女兔 三花侍女图的一件衣服 就这个样子 你要不要给她捣持一下 可以 可以 趁这个间隙给大家解释一下 佟丽娅的这个妆容 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唐代妆容 眉心的这个叫花点 它是起源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脸颊这个地方的这一抹叫邪红 也是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那个邪红给人看上去 像被刀割了一下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它本身就是一种残缺眉 它起源的时候是那个魏文帝 她的有一个宫女 当时给她液涂的时候 不小心把脸颊磕破了 是在太阳穴的这个位置 所以后来为了遮伤痕 就把这个邪红给表述出来了 后面的宫女就争相模仿 哎呀 你看这长知识了吧 那现在我就为我们嘉宾演艺古人 妆容一些内容 每天早起 然后男朋友为自己化妆 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倒霉男朋友得起多早 哈哈哈哈 好 我确认了 那我抓到这个儿自豪 年向太小看 她发展了 켜出现在 每天分手 影片 现在 plo OS 待会儿给孟老师也来一套这个法式 小小区 你自己可以看一看 左上角的请你 有没有被自己美到 好的 谢谢咱修 也谢谢15号 您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你介意我喜欢户外骑行 从唐朝的妆容 到了现在的户外骑行这跨度 唐朝有户外骑行 那是马 1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你说喜欢户外骑行是吗 那你有什么样的骑行经历 或者去过什么样的地方 给分享一下吗 我迄今为止最难忘的一次骑行经历 是我大二的那个暑假 跟一个朋友 我们从成都出发到了拉萨 行走318 当时年少嘛 心里有个梦 然后骑行过去的 这是北坡那个大背影是吧 对 这个是当时中马拉马风的观景平台 一般的游客只能上到这个地方 不能再往上走 再往上是到荣布寺了是吧 对 还在上面一点 19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刁远元 来自广东和园 今年22岁 我目前是在深圳从事的婚礼策划的工作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一般多久会去一次骑行旅游呢 因为我现在在当老师 我一年有两次假期 然后加上年假 一共是三次 这三次我肯定是要出去的 那你一般是跟朋友出去 还是自己出去 如果约不到朋友 我就自己出去 能约到朋友的话 就跟朋友一起 好的 谢谢 金洋洋 你好 男嘉宾这里 你喜欢户外骑行旅游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多多补水 因为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里呢 我推荐你我们的百岁山矿泉水 它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 而且里面富含偏硅酸等多种 人体非常需要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所以你喝了之后呢 骑行的状态也会更好 推荐你去尝试一下 好的 谢谢 好 来看片子 我叫张定 一个点萃工艺爱好者 五年造型师的经历 让我参与设计了 多套风格迥异的影视造型 我叫张定 三年前呢 我怀着对中国传统工艺的热爱 开始琢磨忠实手势 并如愿拜师学习了点萃工艺 中国很多传统工艺 面临一个后继无人传承的问题 点萃也是如此 那我本身 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 再加上大学学的专业 跟这个也有一定的交集 所以我觉得身上 有一种责任和担当在了 缤纷的颜色被绘于笔下 但世界还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 于是我想去闯一闯 19岁一个背包 徒步搭车穷游318国道 只为看一眼拉萨的星空 22岁一人一车前往康定 骑行7个小时 途中感受了飞躲鲁定桥的好情 25岁走过川西 只身前往日喀泽 打卡挑战珠峰大本营 去追风 去游荡 在年轻的时候 我想去做不被定义的自己 而在静下来之后 我希望能有一片自己的小天地 在乡下长大的我 喜欢田间的蟲鸣鸟叫 我喜欢养花种草 清静自然 把自己家的楼顶 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园 没事改造一些旧家居 还有一只流浪猫 还孵化了好几窝小鸡 出来俩了 这个应该是早上出来的那一只 在我心中 真正的桃花园就在这里 等到鲜花盛开 你愿意来做客吗 《非诚勿扰》的男女嘉宾 都来自五湖四海 从事各行各业 所以这个节目 除了湘芯这种服务之外 我们也会增加很多见识 要不要稍微给我们讲解一下 您从事的这个工作 点催这个呢 其实我是从2018年左右的时候 开始接触的 然后当时接触点催的这个原因 主要是因为我大学学的专业 叫影视人物造型设计 18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整个传统文化 在复兴的这个过程中 偶然的一个机会 我知道了点催这项记忆 后面我就去拜师学艺 自己去慢慢钻研 关于点催工艺呢 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说过 是一个奉冠是吧 对 明代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封冠 然后这个是她的一个陪葬品 蓝色部分啊 用的就是点催 我记得好像哪个女嘉宾说过喜欢中式婚礼 是贾小丹吗 对 因为特别有仪式感啊 还有拜天地 还要交杯酒 还有那个凤冠霞配吧 还有那个状元服 我觉得特别好 那你渴望带一顶这样的凤冠 我比较喜欢那种明智婚礼 刚刚的那个孝端皇后好像就是明代的 明代皇后的官 漂亮 四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分享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有一部宋朝的电视剧叫《清平乐》 然后它这个电视剧里面用的大雁风筝和鹦鹉风筝 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当时剧组委托汴京宋式风筝制作的 然后古人是以这个大雁风筝作为传情的道具 你们还有没有在什么电视剧里面看过 1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平时也是一个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就是我平时也会穿汉服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孟华录》 去年播出的有看过 很火这部剧 当时我看《孟华录》的时候 我就有去学点茶和茶百系 因为茶百系也是福建南平五一世的一个 非遗传统记忆 然后我也很欣赏您这样 就是年轻人可以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记忆 谢谢 好 看下一条 好吃 真的 好 好 谢谢 我 他分享经历风雨的古建筑 以及那些屋檐上站立几百年的棘兽 其实他对这些东西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很愿意认真地听我讲述 给我一个正向的情绪反馈 两个人相处的过程是非常快乐的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是什么都取代不了的 家庭条件的太过悬殊 我们没能走到最后 但这段感情让我格外注重爱情中的精神契合 我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既是我亲密的恋人 也是我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 我对女孩的长相并不是很看重 如果我们能在某一瞬间 忽然体会到彼此的心意 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的契合 也是我觉得最好的爱情 希望在恋爱的过程中 你能理解我务实的浪漫主义 我不太喜欢过生日 也不会刻意去记住复杂的纪念日 我理解的浪漫是两个人闲暇时 可以看日出日落 在下班的路上给你带一束好看的花 周末宅在家里一起完成一顿晚餐 能够彼此聊得来的基础上 如果你是一位知性女孩 对我来说会更有吸引力 2号 大家好 我叫毛艳蓉 然后来自江苏南京 然后男嘉宾您好 我看到你的作品非常地好看 也非常地精细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吗 我不是注重细节 我是一个细节狂魔 我就是能接受家里脏 但是我接受不了家里乱 我每天用完所有东西 必须要第一时间把它回归原位 方便我下次找的时候很顺 因为我是一个做事情很有条理的一个人 所以说会非常注重细节 好的 谢谢 可以脏 但不可以乱 地上可以有灰尘 但灰要排队 就是 很少 9号 男嘉宾你好 我看VCR里面你说 你希望你的伴侣和你是无话不说的朋友 因为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我的大事小事都想跟另一半分享 可是后面就会变成我不能对他有秘密 那你跟你另一半的相处会有界限吗 还是你也会像他那样就是不能有秘密 什么事情都得告诉你 对啊 边界感肯定是要有的 就是你就算跟你最好的朋友 你们之间肯定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跟我另外一半就是 首先我们很能聊得来 无话不说 前提是这个话就可以说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些小秘密 我自己有一些不想表达的一些东西的话 这个还是要尊重对方的一个个人空间的 因为我跟你在一起 希望是一加一大于二 而不是说我完全侵入到你的生活 对 我也是有想 我觉得我想分享的时候 你再听我说就好了 23号 男嘉宾你好 从你的VCR里面我盖到一个点就是务实的浪漫 我想了解一下你所谓的务实的浪漫是什么样呢 就拿求婚举例来讲好吧 我不太喜欢大部分人认同的那种 可能找一群朋友 然后一群人簇拥着 我更希望在旅行的这个过程中 或者说在这个某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那个时候只有你和我我们这种私密空间的话 自然而然地把这个事情表露出来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求婚这件事情 有朋友的祝福 家人的这种瞩目的这种感觉 其实对于女生而言 是更在乎这种仪式感 或者是说觉得这种氛围 是更能让我幸福的呢 对啊 这种氛围我也能理解 然后我觉得这种氛围在订婚宴上可以完成 但是我觉得求婚来讲 我还是希望会更加的自然而然的这种私密一点 我不喜欢那种把自己的东西完全抛开 好的 谢谢 这件事情的男生女生的这个差异比会比较大 8号 男嘉宾你好 我很欣赏你的工作还有生活的一个态度 但是我是一个有羽毛恐惧症的人 我特别特别怕羽毛 因为我刚刚看你有养小鸡 然后包括还有你有很多羽毛的一些作品 那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感情障碍呢 不会的 如果你介意那个鸡 可以把它炖汤的 然后这个至于我的这个作手 是这方面的羽毛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不接触这一方面的这个手工就可以了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就跟你好好在一起 然后就不会有这一方面的 谢谢 你说吧 她说她怕羽毛 人家说没事 为了你我可以把它炖汤 惹得别人都灭了 她也灭了 你死她手里边 都死在羽毛手里了 我的感受 人生有很多的山峰 每个人可能都处于自己山峰不同的位置 有的人在自己山峰山脚刚开始爬不爬 有的人已经靠近山顶了 但是每个山峰看到的景色是截然不同的 你刚才其实已经展现出了足够 在你所处的这座山峰的这个高度 所领列到的风景的呈现 可能缺乏一点 对其他山峰的向往和好奇的热情 所以刚才更多的话题 会自动聚焦在你的这一块 你下次试试看 先优雅地介绍你的 然后真诚地好奇他的 你试试看有没有不一样的 好的 谢谢陈老师 我们来好奇地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看大屏 我刚才也想问问15号 为什么没有留灯 其实我刚才挺想分享 就是关于我爸爸妈妈的爱情模式 我爸爸其实也是男嘉宾 提到的那种务实型的浪漫 因为我妈妈有的时候 会跟我抱怨说 别的妈妈都会有花 然后后面我慢慢长大 我学会去爱她之后 其实是我给我妈妈订花 在情人节的时候 我告诉她这是我爸爸订的 所以我看到我妈妈 和我爸爸的生活模式 我其实是为更向往 有大多数人见证的 这么一个浪漫 希望能够有仪式感的 这样的一个浪漫模式 这个世界上既有那种 特别会送花 特别会写浪漫情诗 特别会看日出 特别会看云海的那样的人 也有一些像你爸爸那样 不太会表达 不懂鲜花 不懂浪漫 但是会默默地为另一半 承担起很多遮风挡雨的男人 这几种人你都会碰到 最终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呢 可能到那天你会知道 但是我理解女嘉宾 就是务实和浪漫是否可以兼得 务实和浪漫在我看来不是对立的 我觉得极端的务实也是一种巨大的浪漫 但是我觉得巨大的浪漫 它需要务实才能实现的 你说送999斗玫瑰 送到那儿去它不需要务实吗 它不要算钱吗 怎么过去时间 它也是需要有非常务实的精神 才能实现那个浪漫的 所以这两者并不是违背的 也不是对立的 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 那样又务实又浪漫的那一位 但是同时是先让自己 成为那样的人 再见